那么下面咱一句做 刚刚咱们是做了添加的功能 那么接下来咱又做另外一个功能 什么呢 就叫取消关注 添加关注实际上是练习的数据库里边的增 增三改长嘛 练的增 那么咱们接下来要练一下三 增三改的三 好了 Copy02 然后咱叫03 然后取消关注 -R MV02的取消 取消03 取消 好了 这是03给他改了个名 那么cd到03里边去 cd到03里边去 那么接下来咱们要继续 cd到03里边去 那么 Vim Dynamic Vim Dynamic 然后mini web 框架里边去 怎么叫三 知道吗 这是咱们原来考不过来的代码 添加的时候咱们大家再理一理 所谓的添加 就是我要通过URL里边 最后我告诉你一个道理 通过URL传参数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传参数呢 有一定的风险 在哪个地方呢 聪明的人是能够找出规律的 比方说斜杠后面有个123 123有可能是什么 后边又有个什么什么东西 有可能的这些 后面的人他就会猜 所以说呢 很多人的职业一看URL里边有什么 就能看得见了 那么当咱们大家在后面 学章歌的时候 如果传参数 就可以不用这种方式传 这是其中一种 这叫什么呢 get的方式就往里传参在URL里边 那么当咱们大家在后面 就学post的提交的时候 他就不会在这个地方看得见了 是什么呢 就会像那个Response Header里边的那个 一个冒号 一个东西一样 那么你将来请求的时候 也有个东西 那个地方呢 就是post的提交了 好了 简单言之 不管怎么说 这就是传过去的参数 放在URL里边可以传 放在一个body里边也可以传 都可以传 这种更简单 但就以这种为例 添加先取出股票代码来 判断判断 判断判断 要是都合适呢 就插入一条信息 完了 就这么这事 那么咱们想要去做删除 应该干什么呢 其实和这个几乎是一样的 负这一份 负这一份 来P 他们粘贴在这 那么粘贴在这 空两行 函数 函数这些空两行 那么这个函数 首先第一点 这个函数咱们的 是吧 这个取消 怎么说呢 结了一条 通四易懂 结了一条 这是添加 是吧 这个来他们来看照 这个地方不写 对看一眼 对看一眼 对没法看一眼 好 第二斜杠 抖起来 接下来 注意点啊 你要模拟这个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 不是一遍两遍 你就真正体会的 要多练 实际开发就是这个东西 刷刷刷刷刷刷刷 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 咱回到个人中心里边 点一个取消 咱们找到 Network 这是两个字体 你甭管他 然后呢 找到来 来 来 看这个 3 好了 看他的请求 他请求的时候 是不是 DEL 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对应的函数 大家看得清楚了吧 请求的是这个的时候 没有对应的函数 那么大家是不是也就是 开了出来 他点这个三出案件的时候 是不是对中请求的是 Delete DEL 后面一个值 这个值和咱们刚刚那个 Ad添加关注 是不是一个道理 这个用来标记 你请求的是谁 这个用来标记 给他的摊数 你说是不是一个道理 那么因此 咱们想要做的这个事情 怎么做 怎么做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咱们只要 把这个地方换成 DEL 那么将来这个正德 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对应的这个函数了吧 就这么简单了 就这么点事了 那么关键点是 接下来我在IT里边取出来 请问是不是还得取代码 我这个地方 写不写group1 不是固定的 是根据你写的这个正德 来决定我这个地方 到底写不写group1 你说是不是 万一要是有两个态度 我这个地方用了两个分组 我是不是这个地方 group1 是不是还group2 一个道理 获取到代码 请问同学们 添加的时候 我得先判断判断 有没有这个代码 对吧 那我将来删除的时候 将来我删除的时候 是不是也得判断判断 是不是有没有这个代码 请问这个还变吗 那不变呀 来第三步 什么叫删除 前提的是你关注了的删 你没关 你删什么删 是吧 来什么 那意味着什么呢 以下判断是否已经关注过 如果 如果没有 关注过 那么表示 那么表示 非法的请求 只要是关注过了 请问下来 咱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给他取消关注 基本上就是同样的道理 取消关注 无非是社会语句换一换 流手不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吧 先判断判断 有没有这些股票 有 有就下来了 下来之后 怎么 咱们想 师傅已经关注过 请问这个社会语句 行不行 没有任何问题吧 原来这个社会语句判断 就是师傅关注过 原来是没关注 现在是只要关注了 咱们师傅才能弄到这个事情 对不对 那么请问这个地方还对吗 是不是就写not了 如果你关注过了 将来这个条件就成立了 那这个条件成立 你进来不就立马就 就这个样子了吗 所以说前面加上个not 你之前没有关注过的时候 这个怎么成了个字呢 如果你之前没有关注过 那么接下来 我再告诉你 这是失败的 之前为 为关注 为关注 请勿取消 取消关注 你之前没有关注 你取什么 对吧 好 来 现在是不是就到了这了 请问原来是关注 现在是不是就取消关注 怎么做 把这个insit into 什么 应该想法 怎么着 给它改成什么 给它改成delete的 对 给它delete就行了 来 咱们这个地方delete 怎么写的 delete from focus 对吧 然后 where 然后 这个东西 应该 等于一个东西 是吧 这个东西 是否意味着 咱们是从后边 后边这个东西 是不是查出来结果 对吧 delete from focus sense sense vid 这个info id 这个值 只要是我从这里边查出来的那个值 请问我手机把你干了吧 就结了 这个手机结了 完了 基本上就这么多 来取消关注 取消关注成功 来 试一下吧 点斜杠 就给这些东西 不能 刷 先刷一下页面 然后 这个啊 0007这个 之前未关注 请不重复关注 为啥未关注 哪个地方会破了呢 对吗 咱们去找找 那我再确定一下 我点这个0007 他告诉我之前未关注 请勿 重复关注 那么这个方向的话 假如说 咱们遇到这个方向 哪个地方 啊 是否关注过这个判断写托拉 select 新花 from info 爱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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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关注过这个有什么痛吗 你要看呀 你老得让我走了 你将来实际 谁给你找八个呀 啊 为什么出现这个东西 对吗 首先第一点 你接下来 执行这个社会语句 对不对 咱们是不是确定 确定 来 把这个 哥们 copy 复制 接下来 粘贴啊 那么这个地方 应该等于 00007 咱们刚刚是不是查的是 是否关注过这个股票吧 都 这个地方能查得出来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 查不出来呢 说哪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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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代码 165还是167还是168 深层函数里边 那个知识固定的 为什么 有很通明啊 来看看 我刷新 我说点这个不行 为啥点这个不行 他为什么请勿 你没有关注过 为什么不让我这么做 我刚刚我执行了 我的社会语句也是对的 为什么 这个时候就牵扯了个问题 我刚刚把我执行的这个社会语句 我执行了一下 这个社会语句 只要你换成00007 实际上这个社会语句是没错的 但是从最后的表现形式来看 这个地方好像他 这个条件满足了 你说是吧 那唯独影响到这个情况呢 还有一个值 就是他的stokeDB 这个社会语句没问题 我刚试过了 这个社会语句没问题 这是一个事情 第二个 你这个code是否是正确的 是不是啊 我说过一句话 用户传过来的东西不要相信 那不就打开看看吗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你把服务器开起来 你点这个删除的时候 让它回到浏览器里面去 借 你在这个地方return什么什么东西 请问浏览器里面是否就看了什么东西 这是一种调试的办法 第二种办法 直接在这个地方print 那么将来你的终端里面就会看见 两种办法都行 两种办法都行 咱们就试一下往浏览器里面返回了 好了 我把这次股票代码 我给它打回去不就完了吗 百分之S 百分号 stokecode 可以吧 往这个地方返回什么 你的浏览器就看了什么 那我就在浏览器里面看不就完了吗 走 刷新 看着啊 点 300268 点了个 300268 你要是关注我猜怪呢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说同学们啊 你要明白一点 如果出现了问题 你要保证 怎么保证 或者说我刚刚我给你实现的这个 我这个方式 我是怎么来的 你一定要去多学 多练的是这个 要去猜哪个地方有问题 第一个流程反正是没问题 第一个流程没问题 第二个 根据它浏览器的现象 你刚刚浏览器现象是之前未关注 请不从学观 那你就要猜 之前未关注 请不关注 也就是说 查数据没查出来 是吧 没查出来有很多种情况 第一个 你的色口语句对吗 第二个 你给色口语句传来个参数对吗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设得下色口语句 色口语句是没错的 那么我的方向我就猜 胎记在哪呢 我就猜有可能给他传的这个值 是不是这样了 是不是不对了 那再一验证 确确实实 这个值是不是不对啊 那就验证了咱的胎记了 那那么 验证了你的胎记之后 也就是说 我不管点谁 他都是传的那个 固定的那个值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会在哪呢 为什么我每次 我都去点取消的时候 他都是一个值的 你看 你看 说每一个这个值 是不是这个 这个value这个 是不是还是 拖过来那个值了吧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在给浏览器 这个页面的时候 是这个页面的时候 你这里边的这个模板 这个地方对应的值 是不对的 你说对不对啊 没有替换这个值 那么那么你去哪找啊 有这么多函数了 去哪找 你那个页面 是哪一个函数给的 你就到哪个函数里边找 请问最终 是不是找到的是Senter 看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找到了 这个唯一固定的值啊 他们这个地方 咱们应该要谁 是不是咱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 股票的电码了吧 那股票的这个电码 换成S是肯定的咯 那么这是最后一个S 前面 S对在前面 这是最后一个S 那么这个百分之S 这个最后的这个 是股票代码 应该是和 和第一个相同 是不是啊 那咱第一个取的是谁啊 不就用谁吗 咱第一个是不是取的是他 是不是将来 咱们在后面再添加一个 是不是也是要添这个东西了吧 这个是C到这儿来的 你又看了看 这个地方的值 和这个地方的值相同啊 那么将来你第一个 给的他是什么 那么将来咱们最后一个 是不是还得写这个啊 因此在最后边 把这个呢 就写一下 这个地方呢 写上 豆号 然后line 接下来 他 然后这里边写上几啊 0 是不是解写这个问题了吧 讲0就可以了 怎么样 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你看着啊 当我再去Ctrl R刷新的时候 这个的值 相同 这个的值 相同 请问差不太多了吧 咱们哈 你就老老实实的 别等着什么时候出问题 什么时候再改了 一步做二步修 全给他改完啊 否则将来又出拓 来 找吧 找到了Center 来他们 还有吗 修改 你看看修改里边 修改这个按钮里边 修改 你看啊 这 这 这 他每一个修改里边的这个值 是不是还是固定的 那肯定还得改啊 那干脆改了 否则过会又得出问题 来改吧 记得了 这就是经验 你多练习这样的东西 你就知道了 怎么改呢 WWWW 往后走走走走 好了 3333333 点二次提名 凶小三 不需要 对 千万不需要 千万百分之S 请问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换成 你股票的那个代码了吧 什么007啊 等等都行了 那请问那么 我刚刚添加了个百分之S 是否意味着再添加个百分之S啊 又因为你这个百分之S 是在这个百分之S的前面 插了一个 这个对应最后一个 是不是应该最后一个百分之S 前面加一个东西 是 这个前面 是不是再加上一个 好了 他前面 加上一个line info 0 多少 请问这个是书记解了吧 好了 保团 接下来运行 回到这儿去 刷新 你看 0007 0007 0007 什么601668 601668 请问这个是书都解了 最终来看看咱们这个删除 行不行啊 点这个 0007 走 0007呢 走 我刚刚我是没点上吗 点 点 不需要你刷新 我已经做了这种刷新 不需要刷新 就他这种刷新了 你不用管了 他就这种刷 你点取消 关注就行了 听懂我意思了吗 好了 333 这是真的假的呢 还是个假象呢 多刷几次 是不是可以了吧 0007 你这个时候再关注 添加 这个时候关注成功 然后你再就添加的时候 是不是情无重复关注 是不是就出来了吧 你看 0007就添加成功了 到现在的位置 咱们是不是删除 是不是就做到了吧 删除这个功能很简单 什么是你需要学的经验呀 就是刚刚这个过程 出现bug 一定 只要是程序是人写的 一定出bug 先理流程 是不是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接下来要懂到头 你想 我看你的这个现象 是我想应该看你的现象吗 就是我刚刚点 点这个30度 是吗 如果是 你就不用再解了 如果不是 根据浏览器的现象 你到程序里面去找 是哪一个地方出现了那个问题 你接下来就去猜 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问题 出现这个问题的核心原因 就在于这个A4条件满足 这个条件满足 唯独的原因就是 这个sircle语句查出来的结果 没有 你说这个道理了吧 sircle语句写错了呢 还是传统的直写错了呢 接下来验证 听闻同学 是不是就找到了这个问题 所在的地方了吗 学的是这个 不是漫无目标的猜 是不是你有问题 是不是你有问题 根据表现来猜 他们切记 将来咱们大家在debug的时候 接bug的时候 根据表现形式来去猜击bug 要比你漫无目标的就早 效率要高很多 这就是删除 这就是删除 来一大五分钟 咱们大家理会理会 体会一下 这个很简单